沈旭女32岁北京人 美国加州中医药大学 中医学专业 现场的十位老板 主持人 大家好 我是沈旭 上周刚刚回国 结束了我在美国九年的学习 工作以及生活 我本科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 硕士毕业于美国托莱多大学 MBA学位 博士毕业于美国加州中医药大学 博士学位 今天非常荣幸来到 费尼莫属这个舞台 来到清华大学 那么我有三年餐饮管理的工作经验 六年在大学任教 以及教务管理的工作经验 那么今天寻求的是管理 首选教育行业 但是如果有其他的职位 老板认为我能够胜任 我也会考虑 谢谢大家 你好 你好 你终于来了 你来得太晚了 刚在旁边一直是一个蹦蹦跳跳的人 终于看了一个正儿八经干活的人了 你是多少年去的美国读书 我是2007年底去的 什么原因去的 其实我就是想要磨练一下自己 可以说从小一直到大学 我都没有离开过北京 没有离开过父母的身边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我自己不够成熟 所以我就在大学毕业之后做出了一个决定 我想要出国留学到一个没有办法依靠父母的地方来磨练一下自己的能力 结果呢 在美国待了多久 一共待了九年 完全没有回国 就是之间 然后在美国的时候呢 我必须得自己去找房子 自己去申请学校 一方面雇学习 因为我同时也在学校里兼职 那么到后来全职工作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多方面的锻炼自己的能力 所以那九年是一个修行的九年 可以这么说 是吧 为什么要回来 其实很简单 就是开始的时候出国 就是为了磨练自己的能力 当时给自己设定的目标是 30岁之前一定要回国 但是因为30岁的时候 我就是在美国加州中药大学工作嘛 然后正副校长当时他们是强力地挽留我 所以我又留下来了 所以这一次我是坚决地做了决定 我跟他们说我一定要回去了 我是12点50登机 然后在登机前 大部分一个多小时了 还有收到校长的这个email 说希望能够早日回来继续为学校工作 我看你32岁也未婚是吧 对 就连自己的事都耽误了 不能说耽误吧 我觉得这个婚姻大事 有些时候要靠缘分 九年都没缘分 可能差了一点 差了一点 对 你是回来找缘分的吧 回来找事业和缘分 和缘分 你有情景资料展示吗 有 拿来看一下 上面三张分别是我本科硕士 以及这个博士的毕业证书 那么我们本科毕业于北京中药大学 当时毕业是以全系第一名的成绩毕业 那么底下两张证书呢 分别是我在美国考取的 美国加州的中医医师职业资格证 我从2008年到2010年是在这家公司兼职 那么入职的时候是以学生工人 那么入职的第二个月被晋升为学生经理 我工作的主要职责是协助我们的经理进行一个整个店面的运营 从2011年到2016年 六年间我是在美国加州中药大学上这个博士学位 那么同时我也在这个大学里任教 那么包括理论课和临床课 那么还有做教务管理的工作 所以其实我插一个话题啊 其实不光是你刚才所说的 其实在美国你的工作其实是如鱼得水的 也受到欣赏的 据了解说在你回国之前 你的单位还在帮你办理绿卡 是有这个事吗 是办了 我的绿卡是已经办到最后一步了 对对对 所以说你刚才说你致意回国的原因 是觉得已经三十了不能再拖了 还有别的原因 没有别的原因 因为我觉得我的初衷没有变啊 初衷没有变 对我这个人就是决定了什么就会去做 你今天来求职的意向是 教育行业和相关管理工作 有没有具体的岗位 我是想说可以做像主任院长 这是和我 这是高层管理工作 对 你要求薪金多少 我要求的薪金是一万家 有地域的限制吗 我是首选北京 首选北京 对 但是如果有其他的区 我要参考一下薪资的待遇 好的 来 第一轮选择去货磊 还有六盏灯 接下来我们进入天生我有才 来 把出场考题拿出来 回国工作一段时间之后 发现自己不适合这个职位 你会怎么做 我的选择是B 为什么 虽然我可能后来发现不适合这个职位 但是最初是我自己做的决定 选择的这个职位 所以我要对这个职位负责 所以我不能够逃避 但是我觉得因为 有一个老师来指导自己 那么可能会更快的一个进步 所以我选了B 没有选D 如果和本部门领导沟通 寻求帮助之后 为国依然不适应 你会怎样呢 我觉得我还是会通过自己的努力 去尽量地适应 还会选择D 继续努力适应 对 我觉得我的能力可以 至少我会这么选 你也会这么选 对 我也会这么选 这是一个挺愿意面对自己的 这样的一个选择 我觉得沈旭他有一些特质 是非常难得的 就是其实他骨子里 有一种韧劲 所以你看他在美国的工作 和这个学习经历 基本也是说在一个地方 他会其实做满长的时间 其实往往很多企业 是需要其实员工 有这样一种精神和特质的 因为很多时候 你的工作做得好或者不好 并不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 能够看得出来 是需要一个 其实某种程度是一个长跑 你还有什么要展示的吗 在天生我有在 大家都坐累了 那么我就想跟大家互动一下 那么交给大家一个 非常简单的一个 能够缓解疲劳 又能够养生保健的一个 他们俩太需要了 那俩人太需要了 来来来来 把舞台交给你 观众朋友们可以跟着一起做 很简单 叫做三二一经络锻炼法 那么第一个穴位是和骨穴 首先你伸出一只手 对吧 然后四指合拢 大指分开 然后另外一只手 放在这个左手 这个大指和食指之间 然后往下压 会有酸胀的感觉 这个说明就找对了 那么第二个穴位 是足三里穴 那么它是在这个 小腿的这个外侧 所以你这个膝盖 去一下 把这个手放在这个 膝盖下面四横指的位置 那么这个就是足三里的穴位 那么你也可以按压下去 那么用比较大的力气 它也有很明显的酸胀的感觉 然后每一个穴位呢 你就用按压的方法 按下去两秒钟 然后提起来 再按下去两秒钟 然后一共每一个穴位 做三十次 对于恢复疲劳 养生保健 有很好的效果 谢谢 一方面确实也是想 活跃气氛和大家互动 另外一个方面 我也想通过这一个环节 表现出来 我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组织能力和领导能力 我觉得和我要寻求的 管理的职位 它是相关的 来 第二轮选择 续火灵 萧红力了 还有四盏灯 来听一下他们推荐的职位 从升纲开始 我愿意给你提供一个 管理方面的职位 然后关于它是什么 我觉得我们可以下来商量 如果你愿意到我们公司来的话 地点是天津 是天津小区 地点是天津 对 一北京不太远 贺总 我们有一些 有一两个 这个总经理的职位 在珠海 香港 美国 英国 我都可以给他去 到时候去选择 给你的岗位是 助理岗位 可以从总经理助理开始 也可以选择 总监助理开始 咖啡机 欢迎你 谢谢 没事 沈旭 我给你提供的岗位是我们 银科旅游的 加盟事业部的渠道经理助理 我们的工作地点都是在北京 四盏灯 贺良美 谈前不上感情 来 梅向荣 你的薪酬是 她的要求是一万 我们的底薪就是一万 底薪是一万 刚才那个小女孩 没什么经验也是一万 她这么有经验也是一万 因为她是两个不同的行业 一个是做传播和营销的 一个是做执行和管理 哎呀 看来还是做网络达人 有钱赚 我也做网络达人算了 来 贺良美 三万 三万 你看 这叫有诚意 这叫有诚意 知道吗 找到欣赏你的人很重要 真的很棒 只知道什么叫欣赏人才吗 平时在那嘚啵啵啵啵啵啵 我是向贺总学习 你知道吗 好 你可以问一个问题 问他们俩 我想问贺总 看见没有人家不要爱搭理你了 不是不是 我就想问一下 就是因为毕竟是一个 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新的行业嘛 那我到那个 做总经理职位 是不是有一个人会来带我 在初期的时候 刚开启肯定最起码要给到三到六个月里 来应试整个企业的各方面的情况 我们干什么的了 我们有什么人了 你将来要跟谁打交道了 对吧 这个你放心这一点 把另外八盏灯都亮起来 另外的八位老板 有谁后悔 想要出薪资高过于贺总的三万的 有没有 如果那个 如果给我接触了 我可以搞得三万五 三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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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没有 还有没有 五 四 三 二 一 好 我特别高兴啊 我充分看见了 对这个女孩子九年的付出的 努力的回报 你现在可以做一个决定 你可以决定让她来代替他们俩当中的一位 考虑五秒钟 来 开始 五 四 三 二 一 你的决定是 用深总替代美总 好 我好张心啊 把美总灯给我灭了 但是我想问一下 也就是说你把 你让她代替她 那么接下来就在他们俩之间进行选择了 是的 是吧 嗯 你还有问题吗 深总 我之所以刚才灭您灯 就是因为 您说要先到企业进行一个 应该相当于是轮岗 我觉得你是一个有 在管理上有想法的 嗯 女孩子吧 但是呢 对于一些具体的东西呢 我还是想再跟你再沟通一下 嗯 然后给你找一个合适的岗位 我是这么在想的 嗯 他是抱着对你负责任的态度 对 如果你到我们公司来的 我会愿意直接来带你 哎呀 要是我 我也很难选啊 两个都非常的尊重你 也特别的珍惜你这个人才 但是你必须要做出选择了 嗯 来 考虑十秒 更入 十秒 天威集团 天威集团 求食股份 或者是谢谢再见 审许 你的选择是 天威集团 谢谢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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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审讯 嗨 你在那我问你个问题 你既然早就想好了要选天威集团 你干嘛要伤他一次呢 哈哈哈 伤了两个人 你伤他我完全赞成 那你为什么要伤这个老师的小伙子一次呢 要伤他两个男人的心 哎 你为什么要伤他的心啊 我没有觉得他在伤我 我只是觉得他 行了别撑着了 都心血淋漓了 你别撑着了啊 我 因为我考虑因为呃 天威的这个贺总 他给我提供了四个地区嘛 然后我想说因为我毕竟在美国生活了九年 然后具备一定的英语能力 啊 对文呃 外国的文化可能有一些了解 可能更加有用之地 或者说更能够凸显我的恩怨 所以说审旭 就像你九年的经历一样 和今天的应聘一样 执着总会有回报的 恭喜你 再见 谢谢 今天来到这个舞台真的是来对了 超过我的想象 那么我也认为我在舞台上 充分表现了自己的能力 那么总之今天非常的开心 或者这份职位 我也会在这职位上 继续努力越做越好